基本上這個主觀推到最極限的就是說 那個主觀可以收現在一個有原創性的作者的一件作品 他所呈現的那個時間性 都不是好像不能夠 但是由一件作品或者由一段音樂所呈現的那個時間性 他又具有某種可以決定這個宇宙的這個條件的一個singality 那這個當然不是康德 他等於是把康德的這個主觀性推到這個極限 而且是就是說對康德而言這個主體的形式是 康德講的主體不是你不是我 是一個鮮豔的形式鮮豔的主體 那他還是具有某種的客觀性 我們都只是這個鮮豔主體的肉身 但是德之基本上是反過來就是說 他沒有假設一個被預先給予的鮮豔主體 而是你要了解這個主體是什麼 你必須由作品 由這個感性的經驗來 他所謂的counter-effectualize 來反映出內 那你要說他的這個主體是一個被後來才給予 就是說你能夠支出多少這個 你能夠支出多少這個特異性 特異點這個主體的構成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基本上這個主體本身已經是分裂了 可是這個其實在康德的哲學裡面 也已經有了這個保證 就是說因為那個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 你看你的那個第一部分 有很大的篇幅在批判迪卡爾的我思過在 那康德說這個迪卡爾的我思過在是一個空洞的概念 因為我作為一個會懷疑的人 我作為一個會懷疑的東西存在著 但是問題是康德說 這個這一句話裡面 因為沒有引進時間的因素 導致迪卡爾的這些東西 在空洞中 不用 因為時間 只有你引進時間的因素 這個我才能夠有具體的內容 但是問題是 時間本身就是一種空洞的形式 在時間裡面會填入什麼 沒有人可以預測 但是無論如何康德認為 迪卡爾的我思過在 因為少了時間的因素 所以這個命題本身是不準確的 沒辦法決定 必須要有時間 我才能夠落實 才能夠具體化 但是問題是 這一個使得我可以具體化的 這一個最核心的條件事件 本身 卻是一個空洞的形式 就是他可以填塞的 關係的確定 還有沒有問題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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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